好 進入到這一段的節目 我們要來好好探討囉 今天台積電跌破時日線 到底需不需要擔心 但好像每一次都是台積跌倒 中小就吃飽 今天盤面上還蠻多中小型股 又是一個活蹦亂跳的狀況 而且有很多是低位皆轉強的 至於到底川普說的保護費 台灣人最厲害了 講保護費就想到 那跟台灣什麼股票有關 今天節目都會來告訴你 好 來歡迎第一位來賓 是我們的K線之神 朱家宏 朱老師 朱老師認為台積電跌破時日線 其實算好事喔 昨天節目也有提到 如果在法說會前大漲特漲 反而才要擔心 現在先讓他休息一下下 讓我們的中小族群可以透一口氣 那朱老師也認為 其實今天盤面上的亮點蠻多的 等一下要來幫您點點名 營建指數已經連續好幾天 不斷的創新高 這跟通膨可能大有關係喔 到底還能漲到哪邊去呢 另外大家不習慣 重電為什麼一直在休息 朱老師說目標完全沒變過 等一下來分享囉 好第二位是我們的 晉級烽火輪艾倫 好艾倫今天 哇他手上的股票 真的又是他的主場喔 CPO依舊在右上角飛來飛去 完全不受大盤的影響 但是艾倫要提醒了 就是因為像這些矽光子的族群 實在漲得有點高 今天幫大家稍微做點見見 而他會把眼光放向什麼呢 低價低位階 這也是最近台股的主流 當然因為他是右側都能交易 所以幫您挑的股票 不但低價低位階 還是一個形態突破的狀況喔 有機會複製 矽光子的走勢 讓您再賺一波囉 好第三位 是我們的題材獵人漢偉哥 漢偉哥今天要來好好跟您聊一下 川普的保護費 在台灣我們可以買什麼股票 好我們不要放棄任何賺錢的機會喔 保護費下來 我們說我們台灣自己也要努力 努力什麼 努力把我們的軍事防護網做到更大 所以國防軍工資安 絕對是重中之重喔 等一下聽聽漢偉哥怎麼說 還有現在流行的 不是除息後貼息是除息後開始噴 漢偉哥幫您找到有出息的概念股 好首先有請朱老師 朱老師台積今天跌破一個時日線 不過其實我們昨天節目有說 千萬不要再法縮前創新高 法縮前創新高法縮要講到多好 好那另外的話 因為川普跟通膨我們是劃上一個等號的 現在台灣其實也有很多的 漲價類型的概念股 對 這個川普要收保護 現在變成 其實很久以前我就聽了一位叫李敖 大家應該知道這位人 他很早就講了 講什麼 台灣 美國應該給台灣保護費 美國應該給我們 怎麼說 因為我們在第一島鏈在保護美國 是不是 對啊 我們保護民主制度 我們在保護美國 美國應該無條件供應我們武器 是 對不對 很有道理 怎麼會上他繳保護費 而且他還講說美國的晶片產業 百分之百被我們搶走 真的 我們好強喔 那他就要搶回去 我們不談這個老號 那大家都知道川普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 就是他上任了 他要加稅 我是對外來的加稅 他本地要降稅 但是他進口貨他全部要加稅 而且他在任的時候就已經有加了 對不對 所以這又會大家擔心美國通膨又要起來了 對不對 因為一加稅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後轉嫁到消費者 所以現在變成通膨 大家又好不容易看起來有停滯降溫 可是大家想他這個一上任 通膨要上來 那通膨一上來 我們有幾個跟這個通膨有關的 所以我們的營建股 還有電力相關股 電力也一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電費 會逐年上漲 慢慢的溫水煮新挖慢慢的漲 好 那我們的台積電我們看一下 我們今天其實貴買指數還不錯 因為台積跌倒 貴買就會漲 因為這個權重的在休息 那貴買反而創了24年的新高 大部分那種低價小型股 今天還是蠻多的 上漲還是蠻多的 那這個推升通膨 那漲價就會再起 所以我們的營建股跟電力股 還會再漲一波 還會再漲 這是建築在我們的痛苦之上的股票也 我上禮拜來有講 我們上半年漲最多的是營建 沒錯 不是電子股 漲幅最大是營建 你說完它又繼續了 然後它又休息過一段時間 整理了一兩個月 所以它這個漲風又開始起來 而且大部分的營建股都是所謂入障 入障才算的嘛 那很多的營建股在下半年度 很多的建案都紛紛的入障 所以大家也會看到這個業績 所以它也不是這個無稽之談 它也是有業績的 所以今年的營建股非常的強 非常的強 好 大盤指數呢 在這裡小小的回來了四天 今天稍微弱了一點 前面三天都很強 因為它都沒有跌 那基本上我們就現行來講 回來的支撐是月線 那月線現在大概在兩萬三千五百點 二三四六零 對 所以大概也只有幾百點的空間 做一個修正 那修正以後如果再攻 當然還是有機會再去挑戰 二四四一六的歷史高點 因為我們的線型沒有破壞 我們講技術派的就是說 土好就是好嘛 除非你把月線跌破了 或者轉成空頭了 那我們自然不能說 它還會往上漲 它就會往下 所以目前來講 為什麼說我們上禮拜預測的目標 都沒有改變 因為趨勢沒有改 我記得之前您跟艾倫 都看兩萬八 兩萬八 但不是 當然不會這個月 在年底前是很有機會的 好 年底前有機會 其實每一個階段的回檔 對我們來說都會觀察 會不會到目標 如果你的回檔都很好的話 目標當然會到 你沒有理由說它不漲 好 我們的台積電跟大盤走勢 其實是很相連的 長得一樣 所以一模一樣 也是整理了四天 不過台積電在昨天 它有戰上五軍 它昨天有戰上五軍 那今天呢 當然川普的話一講 它就下來 昨天ADR就跌了 不過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它還是在這個1080跟1025 在這個中間 在這邊來回震盪 這邊震盪 那明天如果法說會的這個 講的大家預測的 還沒有變化的話 基本上 明天容易出現止跌的訊號 因為今天是下跌 明天 那明天如果出現止跌 那後天或下禮拜 如果再上來 還是一個多頭架構 它還是一個多頭架構 並沒有改變 那我們來看一下營建股 我們看營建股的類股 上次我們已經講 去年已經到了歷史高點 那這幾天再創 再創高點 每一天創高 每天都在創高 那最重要也是我講 這邊已經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了 那整理之後 它多頭架構再反轉 然後再繼續攻 那如果以這個類股來看 任何的回檔都做多 那我們都有講 一個多頭不改 也沒有改變 一個趨勢不變 也不要去拆這個高點 不要拆高點 尤其是今年 這種創新高的奇跡非常多 每支股票都一直漲一直漲 那至少我們都跟大家講 不要做空 至少不要做反方向 這個氣勢在這邊很強 基本上是可以延續到年底 這個氣勢 那我們看一下營建股 營建股有很多 漲幅非常大的 也創它歷史高點 像冠德 星巴巴 這個都創歷史高點 那滑顧是回來之後再漲 再繼續漲 那這些當然目前都在高檔 所以我們就等它拉回 那黃昌回後買上漲 那這幾個是底部有止跌的訊號 但是它是空投 底部打底剛剛反轉 那還有在這個打底空投反彈 那這兩個都還沒有做好 所以雖然它今天有漲 因為它跌深了 跌深了做一些反彈 所以在這些股票裡面 如果要做 大家還是做前面這一部分 像這個金城 我們上禮拜也有談過 對 因為上禮拜 它就是一個 一個長期破切的一個走勢 所以上禮拜講的就是這一個 周老師就你好嗎 7月10號來幫我們講 營建股值的留意 真的這個位置都是起漲點 那一樣也不要追了 那就等回後買 這很標準 漲三天嘛 對不對 第四天就容易有 所以現在算有點回嗎 對 還沒有回 還沒有跌破五軍 我們有個五日均線 作為標準 那跌破就回檔了 沒有跌破 你也不要去追在這個地方 追在這個地方 明天回檔 你就馬上就被套住了 好 這個連上發 它就是怎樣 它就是底部重新打底 再轉多的 那轉多有一個重要的 它把上次的壓力給過了 那這個就表示有效的反轉 它不但反轉 而且把壓力過了 所以現在也一樣 任何的回檔都請做多 都請做多 好 國產這個地方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它上次的高點就是供在51塊多 好 所以同樣是營建 但其實線型還是落差很大 那國產當然它是屬於 水泥 對 水泥 那可是它跌也沒有跌太多 然後就開始打底 所以我們先把國產 當一個區間來看 也就是說你這邊做多 那這個不過你就先獲利一趟 等到這個51.8過 那就是另外一個空間 而且上面沒什麼壓力 所以它短線應該是 在這個區間裡面做整理 做整理 好 那潤太新 這是一個還原的 它前幾天除息 昨天除息 那我們還原就看 它如果還原 它其實是創高的 還原全息已經創高了 換句話講它已經前息了 它已經前息了 那一樣它的股價也不算高吧 50塊 那各位去鎖股回後買上漲 那外資也在買 喔 投信是昨天還是今天 怎麼買了那麼多 好 等一下問一下太偉哥好了 對 除息了嗎 除息以後投信也切入了 好 那這個也是經過 一兩個月的整理在突破 所以基本上均線也非常好 所以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追蹤 好 我們連續幾個禮拜都在講重電 因為大家對重電蠻關心的 那重電也是一樣 它的這個 我們講 我們下半年的人員 人員股 這個電力的需求 那昨天還是前天經濟部 有發表一個 對台灣電力發展的一個評估 好像到 2026年 25年 這個電力的需求要增長好幾倍 那所以這些重電股 基本上來講業績都不會有問題 AI用電 2028年翻8倍 8倍嘛 那想想看8倍不得了 這個能量非常的大 當然政府一定各方面都去加強 當然有風電有太陽能 各方面都希望能夠這樣子應付這個需求 好 所以我們的重電股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說 就基本面來講 大家不必擔心 尤其這些重電股 手上的 手上在按的這個 已經可以維持好幾年 所以在業績上不會有問題 那只是在技術面的上面 他可能前一陣子漲了 現在在休息 或者是現在大家都在做其他的類股 等到資金回來 他還是會上漲 因為他的線型並沒有破壞 就技術面有點看起來在等待的樣子 在等那個機會 再來工 那電線電纜當然也是相對應的 所以電線電纜郵寄檔股票也不錯 大家也可以去鎖一下 去鎖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那重電股的領頭羊 叫華城 華城出關前漲到1030 出關後就不動了 就不動了 艾倫幫他輸電也不動了 對 大家就很擔心 其實也不擔心 905就是他的支撐 1030就是他的壓力 短線就在這裡面來回的震盪 他要到目標價1300 這是形態的目標 周縣 我們上禮拜有講過 周縣圓弧的目標 那你只要1030突破 大概就會到這個目標 其實突破也還1300 還有好幾層 蠻大的 基本上他已經是創1000塊的 然後再休息 而且他休息趨勢並沒有破壞 因為他前面的低點在這 所以他現在目前算是進到盤整 所以我們就慢慢的去看 其實這支要是先發動的話 那後面就可能這個 拉起來就很快 就一整串都會起來 對 為什麼我講 我上次有講 華城在這邊創了1000 他在幹嘛 他應該要等他們 因為他創1000了嘛 是 他創歷史高點 那去等 他就等到中興店創了歷史高點 那中興店叫很正常 因為你漲了那麼多天 當然會回檔 那我們上禮拜也講了 一二三不要追了 你一追這兩天 就剛好再修正 那大家等下次的回後買上漲 好 等回後買上漲 OK 好 那大亞的話 很可惜 在這邊是過高了 那過高就要去挑戰68塊 是 那今天有出了大量的常上影線 也就是漲一天漲兩天 因為今天盤中幾乎快要拉到漲停 所以那個當衝或隔日衝的單子就出來 不過如果我們就趨勢的人來講 並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在做趨勢嘛 那趨勢本來就會漲漲停停 不會每天都漲 那我們只要沿著五軍去報就可以了 那空手的反而還有一個機會 如果有回來 我們還是可以再進 還是可以進 所以這根常上影線跟大量是暫時不擔心 對 暫時它是一個壓力 但是回檔以後 如果這個過高 當然那個68就沒問題了 短線可能這個地方稍微會再停個幾天 那再攻的時候 我們就去挑戰68塊 好 那華融它是一個電線電纜 基本上這個底部打了很久 它在上禮拜突破了 那這兩天休息 不過休息的量縮得很小 所以它也是因為預壓的關係 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還是有機會了再繼續往上崩 好 這邊非常謝謝K線之神 朱老師 謝謝 好 朱老師提醒 畢竟川普的政見 還是跟當初的通膨是劃上等號的 如果接下來這個通膨的風 沒有辦法有效的降下來 其實台灣現在很多東西 還是有漲價的疑慮 營建也是因為房價越來越高 那電力的需求越來越大 漲電費恐怕也是勢在必行 如果我們的生活覺得很痛苦 沒有關係 我們用股票把它賺回來 好 上個禮拜 朱老師講的時候 營建是還沒有發動的 那現在重電族群橫盤整理在等大家 我們可以來參考一下 好 廣告回來 我們的瘋火輪艾倫要上場了 大家都在問 你的CPO要漲到哪裡去 但是艾倫很有良心 他告訴你說 CPO真的位階蠻高的 很多都創新高了 今天來幫大家找喔 很多在100塊以下 形態突破的低價錢力股 等一下來分享了 好 有時候基本面價值面 是不管用的 怎麼說像我們看到矽光子喔 POLOA5月字節 叫做油盈轉虧耶 結果股價漲停滿 創新高好看不懂嗎 如果看理財檔案秀就看懂了 因為艾倫告訴你 他是右側動能交易 但是現在這階段 也不會建議大家去追 黨黨創新高的CPO 會幫您見解一下 到底有沒有低位階 可以複製CPO掌勢的呢 好 這個難題就大了喔 好 CPO 掌上天了 上禮拜你來講 特化 中華化也往上翻喔 輪翻長 今天要表演後空翻嗎 今天 我家的貓在訓練中 有機會 對 好 沒關係 今天你很好 你要來幫我們講 低價低位階 而且100塊以下的 會輪到誰 你的名字 這很好用 其實蠻好用的 其實蠻好用的 我回去跟我小編講一下 蠻好用的 好 我們今天講 先幫大家做一個 簡單的這一個檢查 是 這一個 平常您的嗜好是 是在家看劇 應該跟擋車沒有關係 好 有飆車的嫌疑 這個還不錯 好 我們接下來看的是 幫大家做兩個檢查 一個是CPO 一個是特化 對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兩個 一個其實原本是想要講 這個IC通路 對 那不過我今天針對 就是跟三星比較有關係的 像是智原還有秦亞 那智商其實也有 可是我今天針對 智原跟秦亞來講 對 那再來就是連接器 那連接器 最近也有一些集體的表現 那其實有一些也跟CPO有關 像光盛 其實它就連接器 對 因為它可能就是 裡面傳輸的一些東西的 這個製造商 對 所以我們今天針對這一些 來做一些分享 好 第一個先看 你已經有一點 不太敢講的CPO 對對對 這講到 其實我真的建議大家 就是有了就爆 沒有了就等 對 因為它真的是 長太兇了 那當然 上全我覺得還好 因為前面有一些修正 對 那虛星KY 這個是我認為 未來有機會 目前也在做整理的 好 那再來則是 這個中華化跟觀想科 好 這邊等一下都會 用技術分析 來跟大家講一下 來 首先第一個 就是這個波羅威 你不想講波羅威 就給你做波羅威的獎狀 對 對 感謝 感謝 對 對 今天又唱歷史新高 對 而且今天的新高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 它前面四天 是在做一個震盪的 那這裡也是一樣 這裡先是做一個相形整理 對 然後拉新高 然後震盪個四天 再拉新高 所以它的方式 它比較不像 這裡之前這麼殘暴 就是一次四根給你 它是先拉一個過高 然後整理一下再拉過高 所以它是有一些些的 這一個 它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股性債的 目前來說是長這樣 就是整理一下 拉 整理一下 然後再拉 所以後面幾天 會不會稍微再整理一下 再拉 那這邊就可以 不用這麼急著去追 尤其是在 可能創新高的時候 很容易 都會出現一些隔日沖 對 那不如就是 既然如果你前面 這裡有買的 看我們節目有買的 那我們就先報 可是如果沒有的 你還是想介入的 那也許再看它一下 會不會有在整理的過程中 然後等待這個 上升趨勢線的跟上 再去做介入就可以了 好 其實6月20號講說 在這個位階 是 好 就慢慢的往上墊 是 都會有整理的時候 沒有錯 再來則是上全 好 上全我們上次來 有說這個出現大AK 但形態還OK 形態還OK 對對對 那這邊呢 不好意思它又進處置了 這個哥又進去關了 又進去關 對 一直進去關 你看這邊才剛被關過 然後這裡才剛被關過 它出來大概一個禮拜 又進去了 所以越關越大圍 但是它股性呢 我會建議就是 買率不買紅了 對 因為它目前來說 這幾天其實都已經出現一些止跌的狀態 大概就在170億左右 那這邊呢 是拉得出一個上升趨勢軌道的 所以在這裡已經很接近一個 相對碰支撐的狀態 那唯一尷尬的就是 它目前在處置中 所以呢 買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困難 應該說交易的時候 可能比較困難 還是就先看著 對 也可以先看著就好 對 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就是訊星KY 訊星KY其實我們在前面這裡 也有介紹過 大箱型的時候 那後面噴了一大段 對 那這邊呢 又再做一個大箱型 對 所以訊星KY的股性也是這樣子 我先大箱型 然後拉一段 然後再一個大箱型 所以目前來說 它其實喔 在現階段指數在震盪的時候 它雖然都沒有漲 但是它其實都沒有去做 空方轉折的狀態 反而都是守一個前滴 那也就是說目前為止有兩個狀態 第一個我可能回到相對的支撐區 我去介入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289突破的時候 我去追逐 對 因為型態在相形整理 那比較確定的就是 我289收盤價突破 相形整理就是多方獲勝 所以這時候再來做介入 當然可能有一些小追高的狀態 可是呢 在我們認知以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型態上的轉牆 那它會視為是一個進攻K棒 對 好處是時間不用等這麼久 對 那目前來說也在做震盪 還是可以去關注的 以上是這三個CPU 我可以感受到這張圖 你沒有那麼想要一直講CPU 你想要幫觀眾朋友找到一些 但我相信很多朋友應該有買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檢查 我們幫大家做檢查 買到的大家恭喜啦 看起來型態都還OK 都可以報 但是今天艾倫想要幫我們找一些 位階相對低 潛力還很高的 是的 位階低 但有時候呢 真的是相對性的位階低 現在獎中是頒不完是不是 好 上個禮拜來講中華化 是 那中華化最近呢 今天比較可惜一點點 它盤中有創新高 但創新高的過程中 它也是遇到了一個上影線 那可能有人隔日衝上去挖 這整個就灌下來了 所以後面可以觀察的一個重點是 它這裡都是一個大紅K 大紅K 然後整理了好久 整理好久 然後再拉一根大紅K 創新高 那這邊呢 目前來說 我們可以注意的一個重點是 它裡留下多方缺口 所以如果在後續想要做介入的時候 我可以做一個停損的位置 要嘛做這個大黑K的最低點 這根大黑K的最低點 或者是這根大紅K的最高點 對 因為這個有一個多方缺口 那多方缺口在這邊都會視為是支撐 對 那再加上另外一個重點是 這裡其實才剛剛去拉一個上升趨勢線 所以它的位階老實說 在短線上 有一點點小小的 好像要等均線跟上的感覺 所以在這邊 形態上一個短線 再等均線跟上 那可能這個籌碼又不是這麼乾淨 想要直接拉到底的狀態之下 我會建議停損點 我們把它抓好一點 就是這一個區間內 然後後面等均線跟上之後 會不會出現一個階梯式的上漲 就可以去做期待了 對 那尤其中華化 它其實就是做這個硫酸 硫酸 對 那為什麼會去講這些材料 主要是因為廠都蓋得差不多了 開始確定有哪些廠了 那這個有廠就要伸展晶圓 那晶圓就要有耗材 對 所以像這些化學材料 就是一個一定營收會越來越好的 為什麼 因為晶片越來越多 產能越來越高 那當然用到什麼硫酸 就會相對開始變多 OK 好 這一個是整個中華化的部分 那再來是官藥科 那官藥科目前也是在做一個 長多休息的狀態 今天有個小收紅 它每天都這樣洗啊 每天都長這樣啊 基本上類似長這樣 就可能長個2% 跌個2% 然後開始收平盤附近 那不過呢 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它呈現了一個 連續幾天來都呈現亮縮 對 那呈現亮縮的過程中 我們要守的就是這個高點 原本是壓力區在70塊 突破之後就轉支撐區 所以你可以發現1 2 3 大概兩週的時間了 都沒有跌破過70塊 也就是說這個支撐區 目前看起來還蠻有力的 蠻有這一個想要防守的味道的 可是呢 要稍微注意一個重點 如果是有的可以先抱 但是沒有的朋友 我們先稍微再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 對 觀察的重點 不是已經修正了嗎 對 修正的重點是 它這邊有做防守 但是我剛有說到它量能萎縮 所以它還沒有做進攻的狀態 對 那如果想要節省一些時間 或者是說真的有形態上 重新再轉牆的時候 需要一根出亮的紅K 來做一個表現 那到時候也許就會拉 像這裡再拉一段 你看這裡也是拉上來嘛 然後休息之後 這裡又開始出亮 然後再拉一個新高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我在這邊呈現一個 量縮整理的狀態之下 再來一根紅K再出一個量 它就有機會 做一個延續性的上漲 好 比較有效率 沒錯 所以目前來說 觀察科大家也可以去 再繼續做注意啦 好 那有的呢 我會覺得 反正如果你成本夠低的 繼續抱著嘛 對 這個是特化的部分 好 來了 再來就是我們要去講的 今天兩個主題 一個是三星的概念股 一個是連接器 那今天琴雅表現不錯 盤中有漲停板 後面有打開 好 那這個呢 它是在三星 在台灣 這個重要的合作夥伴 好 主要講三星 是因為它在HBM 對不對 相關的高階產品 它畢竟還是領先台廠 是的 記憶體就服它了啦 是 所以如果想要看創意的 可能就是台積電聯盟 對 那如果要看三星 就是智原這邊 好 那這邊呢 智上我們今天就沒有技術面了 不過智上是好公司 好公司 那目前來說 它在防守71塊左右 目前在做防守 那是好公司啦 也算是IC通路裡面前三名的 對 有這個文業跟大連大 對 那再來呢 連接器我們就是來介紹 勇德跟洪志 第一個是智原 智原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重點 它就是籌碼慢慢的一直在做增加 你畫這兩條 讓大家覺得智原很辛苦耶 智原其實以前真的很辛苦 對啊 每一個IP股都長這樣 什麼四星KY啊 創意啊 今年上半年真的都是長這樣 到底有沒有希望人家長 有有有 它人家最近有轉強了 對 它這裡呢 就是加入了這個英特爾聯盟 對 跟台積電算是對壘的 好 那再來它有投資秦亞 在韓國的姐妹公司 它用Intel又韓國耶 對對對 整個做對耶 他們就是整個 對啊 他們整個是做對的 所以他們算 對 他們是整個做對的 然後再來三星夥伴 叫做Cole Asia 那個Sini 就是秦亞 就是秦亞 然後他們有HBM的供應 所以呢 這個整體來講 如果剛剛有提到 你想要看台積電的 就是找創意 然後想看三星的 就是找支援 IP類來說是這樣子 那再來最近有一個報告 這個傑弗雷 Jefferies它有喊到500塊 然後上漲的空間有46% 很多耶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過今年的高點 前面那一波高點 對 所以呢 目前來說可以去期待的就是說 支援啊 也許在8月開始公布營收 9月公布營收 因為現在都說嘛 可能IP類在下半年 會有營收的挹注 所以呢 如果股價 其實已經開始在做推升了 從269開始推升以來 這裡站上季線以來 昨天還剛有一個小新高 過相形 所以整個走勢上 目前都還是非常不錯的 那如果想要繼續推升啊 我覺得可能 開始有營收灌注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 反應基本面的 利多繼續上上漲 對 那今天呢 是一個小黑K 跌大概1.5% 那你可以發現 昨天這個創新高的量 跟今天小休息的量 直接差了一半 所以價漲量增 價跌就量縮 形態上非常健康 那這邊是投資朋友 可以繼續做注意的 尤其它前面幾天 其實剛剛碰到 上升趨勢軌道而已 所以這邊我個人認為 目前來說 都是屬於一個低位階 對 那後面壓力區 我們可能就先注意第一關 是 就是400到425 是 比較靠近的這一條線 對 這邊因為有一個小高點 跟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空方缺口 對 所以到這邊 肯定會遇到一些解套的賣壓 那短線就稍微注意一下 那再來呢 支援它的走勢 是稍微比較溫吞型的 所以抱得有點耐心 就它的業績還沒有上來 是 是 是 所以這邊大家有興趣的 我個人認為算低位階 因為季線剛站上 再來就是秦亞 好 秦亞呢 它這邊有個慣性 大方向的慣性 就是碰季線會拉新高 秦亞是 艾倫第一次上理財早安秀 有分享過的股票喔 隔天就一價漲停 是 是 是 那最近又變便宜了 然後就不讓你講了 好 最近又變便宜了 因為回到相對的這個 比較遠的支撐區 就是新線的位置 今天盤中有漲停 那重點不是漲停 重點是它今天這一根 突破了下降趨勢線 對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嘛 這裡是一個大大的上升趨勢線 就是沿著季線 那這邊呢 就會變成是一個三角縮鏈 今天多方稍微做一個勝出的動作 所以今天這一根很不錯的是 有一個形態轉強的訊號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IC通路類的股性普遍都不是很好 像是什麼帽輪 易燈 他們那種都很愛一直洗 你看它其實這裡都有 帽輪也有輪 對 帽輪不錯 對 帽輪讚 好 其實呢 IC通路商它都會比較偏向 我可能集體攻擊在那幾天 可是多半的時間會稍微做休息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買進的位置 但是它今天漲停沒有鎖住 是不需要擔心的嗎 我個人認為不用 因為如果今天它的這一個沒有鎖住 還是有下降趨勢線壓著的話 那我覺得要擔心 可是它今天這根紅K 已經徹底的站回了下降趨勢線了 所以即便沒漲停 我也認為它是一個形態上的轉強 後續可以去注意的 好 再來呢 就是連接器的永德 它的技術面上這張圖 有幾個非常強勢的利多 就是這個大戶籌碼 一路再做一個上上 對 那今天很可惜 它差了一點點 什麼差一點點 就是盤中有過高 但是收盤價這裡還差一點點 對 所以這邊呢 我們可以去注意的是 它已經有想要挑戰前高的能量了 只不過差一點點 那量能也有放出來 所以我們後續可以注意的是 像明天或者是後天 它有沒有辦法繼續去收盤價 指的是它這個紅K 能夠繼續向上墊高 如果有的話 它這一個大底部就是成立了 這個非常大的底部 就做一個成立了 所以這幾天啊 我會認為 它在盤整 如果創一個新高的時候 反而是一個新的趨勢在起 那當然有人就會說 那這樣不是漲多了嗎 那就是沿著上升趨勢線去做 這裡也有一個碰到就反彈 碰到就反彈 所以也可以沿著這條線 我們回落的時候 再來去接就好了 好 再來的是洪志 洪志呢它這裡呢 一樣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它的客戶有亞馬遜 有美超微還有輝達 對 那它第二季的營收 是24.55億 是7季以來的新高 也就是說它的營收 確實是有在做成長的 那這邊呢大戶持股也在做增加 慢慢的也在做增加 那形態上我們首先看到了 這個跟琴雅有點像的 就是這個上升趨勢 下降趨勢線的破壞 那再加上今天一樣很可惜 它原本 不是 你今天已經講了 好多檔都很可惜 就差那麼一點點 好吧 對 我在討論的時候 這個就突破了 這個收盤價就差那麼一點點 但我覺得很有機會 對 我覺得很有機會 因為你看這裡是一個小小的平台 那今天的這個盤中 其實是有把平台的這個高點 這大概四次 三次左右的高點做突破 但收盤價又差那麼一點點 所以明天可以再關注一天 為什麼 因為它有出量 那有出量 會不會明天再來一次 如果再來一次 能夠收盤價站好 那這個53.8過高的機會 就非常高了 好 這邊非常謝謝風火輪 艾倫 好 廣告回來 漢偉哥要上場囉 題材獵人要教我們囉 要收保護費啊 好 沒有關係 那台灣會漲什麼股票 這是我們的第一直覺 等一下漢偉哥來分享一下 軍工類的今天盤面上 算是很整齊喔 好 川普的保護費沒有關係 我們已經繳很多了 朱老師剛剛講 每次有美國人來台灣 就是來拿錢喔 好 講得很直白喔 但是我們的軍工還有資安 其實可能有在這件事情裡面 是受惠的 對 因為有機會 政府的資金 往這兩個族群去做個流動啦 所以我們講自己的保護費自己賺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所謂政策題材裡面 我覺得找到一個相關的 可以獲利的機會 好 那在我們上次跟大家講 第二季你要留意到 有些股票除息錢 你可以搭一個充電車 然後除息頭把它賣掉 但我覺得來到第三季 我們的思維開始改變了 你要找一些有出息的股票 待會跟大家講 到底怎麼樣找這樣的股票 好 所以首先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川普 你看換了一個全新的照片 耳朵這個新的造型 不是青商嗎 怎麼包的好像 對 包的這樣 所以最近很多T恤也開始印這個頭像 但創造很多商機 但我們講說川普這一次 我覺得時間也蠻巧合的啦 因為他這個訪問大概是在這個 上次辯論之前的前兩天被訪問的 就在今天在凌晨大概5點 美股收完盤之後 突然間消息就爆出來了 那爆出來之後 台股今天就出現了 比較明顯的一個拉回 主要他說什麼 他問了一個問題 台灣到底為了美國做什麼 做很多耶 做很多啦 但他不覺得有做什麼 他覺得我們今天賺他很多錢啊 那中國又想要併吞台灣 我不要繼續保護下去 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意義 不過他有說台灣很有錢 對很有錢 所以應該要付我們一些保護費啦 那你可以看到 像在今天這樣一個消息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整個資金往哪邊跑 軍工跟航太 中鋼等等 其實今天表現都好像 龍德造船今天漲了快5個百分點 那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同時前董事長說了 其實川普過去都在講一些有的沒的話啦 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的總統候選人 兩個很有趣嘛 一個像川普是很愛亂講話 對 那一個拜登是很常講錯話 對 這兩個我覺得是蠻有趣的一個候選的一個境況 所以我們講 以同時來說就是說 你不要把這件事情看得太過嚴重 因為他常常也會講一些有的沒的啦 對 那我覺得目前來看 我覺得川普這句話喔 很有趣 因為最近大家講外資八問 是 但不如川普一問 問什麼 川普問台灣美國做了什麼 直接台積政就出現了重挫 你看他這個保護費 因為今天市值已經蒸發了2500億啦 因為我們台股現在是27到的市值嘛 所以今天跌的大概快一個百分點 所以大概算起來 2500億的市值蒸發掉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當然應該可能要嚼一點 對台股是好事啦 但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哪些族群可以幫我們賺到 我們自己的保護費 我覺得軍工跟飛機零組件啊 另外美國品牌電腦啊 農產品等等 那我覺得軍工股現在除了這個 川普的一個題材以外的話 下禮拜我們台灣要進行漢光演習 漢光演習 漢光演習 會怎麼樣 漢光演習但第一個 聽說這一次我們的手機檢訊會接到國家以及警報 那警報可能會有類似什麼堆彈的飛彈飛過來這樣 去測試一下我們的這個警報系統 那我們覺得一般來講 你看到這個消息 對軍工股就稍微會有這樣的一個關注度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下禮拜本來軍工股在下禮拜之前 應該是有發動的機會 搭配這個川普的助攻 所以今天其實軍工股蠻多都出量開始出現轉強 那資安股我覺得上次也跟大家講過了 目前資安我覺得跟美國軍購有直接的相關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們先跟大家講 到底保護費的股票 現階段哪些有機會受惠 因為今天臨危接到這個任務 我們去找了一下相關的資料 對 這個 你可以 去年一整年美國出口台灣前30年的貨品 你會發現到當中 第一大中式飛機跟零組艦 成長49.36% 所以我們代表我們其實去年跟美國 就已經採購了非常多的 不然是這個相關的航空公司採購飛機 或說一些軍工的一個採購部分 保護費一 對 那再來 燃氣渦輪也是跟航太有關 那其他電腦零件電腦跟貴金屬等等 我覺得這兩個 我們可能交給他保護費 其實跟川普的這個所謂金屬 就沒有太大相關 甚至很多是台灣代工的 所以目前如果說真的要交保護費給他的話 我覺得相關軍工是川普金屬的大本營 也許我覺得有直接的一個情況 所以以這樣的狀況來看 你看到今天這個軍工股當中 玻璃KY 直接掌停板 對 離這個歷史新高非常的接近了 對 他前高225.5 你看最近打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圓無底 而且頭星在這邊開始呈現連邁的情況 最近開始出量走高 所以我覺得這就變成說 軍工股開始有人要穿越新高了 那對整個族群我覺得會出現不一樣的一個意義 所以玻璃KY 我覺得明天就可以觀察一下 220.5跟225.5 其實明天再一根 也許就創造歷史的新高了 那他往上走高的話 就會帶動整個軍工股 我覺得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比價效應 因為大部分軍工股其實位階都很低 大概今年上半年算是比較沒有漲到的族群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一些跟著上來的 第一個我覺得剛剛提到了嘛 除了國防軍工以外 大家都知道說相關的軍購案 都必須要符合美國國防法的治安規定 規定的非常嚴格 你相關的一些所謂的 資安人員的設定 相關的一些電腦的一個區隔 他都有一個非常嚴格的規範 他很擔心說 我的相關的軍事的武器賣給台灣 如果被大陸害客盜取的話 對美國國防會造成比較大安全的一個傷害 所以目前有符合美國國防法的資安軟體 是這一家奧義智慧 奧義智慧 對 如果說你要達到美國的這個國防法規定的話 目前台灣就是要用奧義智慧相關的資安軟體 來符合它的規定 所以01因為獨家代理了奧義智慧的資安軟體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國防的一個資安的題材 那你會發現到最近股價當然很強啊 沿著軍銜往往走高 那我們之前大概也是蠻早跟大家講 資安當中可以留意到相關的股票 像上次講這個安基資訊 安基資訊 那01你可以看到最近投信在買方 因為有一些ETF把它納入成分股 所以開始有這樣的一個投信的買盤進來了 我覺得對這個01來講 或說對資安軟體來講 都會有一些所謂推升的效果 那另外一檔也是大家比較久沒有看的 是簽附精密 它是洛克希德馬丁的供應鏈 所以這個是美國非常重要的軍工廠商 所以如果擴大軍購的話 對洛克希德馬丁 對它的一個供應鏈的簽附精密 我覺得就有這樣的想像空間 股價你看跟玻璃非常像 也是打一個非常漂亮的弧心底 目前均線剛呈現所謂的多頭排列 那最近開始出量走高 而且有趣的是昨天它是除息 昨天它除息 對除息完之後 今天再往上做一個挑戰波段高跌 那投信也是連續在買方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到 而且這個是主動型投信在買的 所以你會發現到其實軍工股 其實這時候我覺得大家可以慢慢回來看 有一些股票開始發動出來了 那以這樣的情況當然大家就會開始擔心說 那你看外資這個所謂的新開商期貨空單 還有3.4萬口以上 我覺得這邊你要觀察的是 除全息旺季之後的增發點數 我們大概看這樣這張表格 上一次7月份合約在今天結算嘛 它增發點數是226.82點 那我就簡單去算一下 大家說外資這一波期貨空單最多4萬多口 你看指數漲得快要1000點 不是被嘎到 對 怎麼都嘎不出去那種感覺 對 但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因為所謂的有一個除全息的增加它套利 所以我們大概幫大家算一下 在這個上一次6月29號的時候 指數的點位是23209點 今天的指數是23769點 代表這一波外資你看到好像被嘎了大概560點 但是你扣掉226點 代表它實際上被嘎的大概是270點左右 所以外資並沒有大輸 還好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以這樣情況來看的話 大家就要關注了 上一次有這麼大的套利空間 現在3.4萬口 但是這一次只有126點的套利空間 所以大家接下來 如果明天台積電法說會之後 那外資的空單繼續增加 那它就不單純是為了套利而來 所以這個我覺得大家可能要稍微去提高警覺一下 明天看完法說還空單增加 這個味道實在是 因為要是2點才知道 所以有可能它會壓錯 所以禮拜四禮拜五這兩天空單的增加幅度 我覺得就變成說它以前可以解讀為套利 那如果之後沒有那麼大套利空間 空單還那麼多的話 就變成說有一些是實際上的空單 再觀察兩天 對 那我們再講說 今年會發現到市值經濟體表現很好 但高股息其實我覺得在現階段表現不太好 你看 在六月份以來只有兩檔完成填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也跟我們上次跟大家分享過的情況一樣 很多成分股只要除完息之後 就往上嚴重貼息 所以對這些高股息 我覺得績效就會變得不太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些所謂貼息之後 我覺得慢慢進入到尾聲 但是大家可以發現到 最近一個特殊的現象是 如果有低位階的除息股 而且不是高股息的成分股 在除息之後 會出現大股東的回補 讓股價非常強悍的往上走高 我們長期觀察 有哪一些可能會有除息的魔咒 有哪一些可以破除迷信 對 我們來舉振興 我們當作一個案例 因為畢竟已經過去了 你會發現到振興 第一個振興本身做輪胎的 它成長性嚴格說起來不太多 比較是景氣循環股 對 那再來就是 投信除息之前是中壓 你會發現到真的壓得很多 那股價有沒有來到波段高點 有 所以它除完息之後 你看這一天以後 投信就開始賣 一路賣到現在 那在我們講說 破除魔咒的是誰 真頂KY 第一個你看位階 它當初除息的時候 位階不太高 那再來 投信有買 但有沒有買很多 也沒有買很多 那這邊但是有部分的 ETF把它剔除掉 就要讓它這個賣超市比較多一點 那賣了也沒跌 也沒跌 因為它本身就是有蘋果的效應 所以它本身在PCB 本來就是這時候忘記的到來 而且真頂 不是單一的投信賣得下去的 所以外資也買 主動型的投信也買 就讓它股價非常珍惜 你看這當初除息低限 110.5 現在已經160.5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去找破除魔咒股票的話 產業的一個方向是最正確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九天 誰是破除魔咒股 對 我們先跟大家講就是說 我們幫他去算一下 到昨天為止 這些高股息 持有張數 因為我們大概算台股前五大 就1000以上的規模 持有這些股票 接下來除息的日期 那我們幫大家很貼心 做了一些相關的整理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舉兩個條件 成長性 位階 跟高股息有沒有重壓 以這樣的條件幫大家篩選出來 那簡單去講 有黃制的是我認為 稍微要提高進決的 高股息持有的很多 成長性普通 位階有點高 對 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來幫大家做一個解說 我們就比方說 舉明天要除息的遠東興 你看這段時間裡面 投信高股息就持有它54萬張 那假設它跟所謂振興一樣 開始買不太動 或是開始轉賣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54萬張 我們講說只要賣個10萬張就好了 它目前的日均量是1萬4千多張 10萬張可能要賣個7、8天才賣得完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代表說 它如果成長性不是很好 位階又很高的話 你可能就稍微要提高警覺 但是 要注意 因為今天已經手腕盤了 所以你明天就看它的表現 但接下來還是有一些股票 我覺得是要注意的 像華麗啦 我覺得它的成長性 但這個通路商 我覺得這邊可能就是位階高一點 要稍微去提高警覺 那哪些不用擔心的 我覺得星象你可以不用擔心 那像中株也不用擔心 因為它位階真的很低 所以你不用特別為了 不要它的息把它賣掉 所以我覺得 以這樣的狀況來看 我們已經講完了 就是說高股息之段 我覺得慢慢到了尾聲 那現在要跟大家講什麼 有出息的股票 好 緊碩也算 有算 因為它是7月4號出息 你看出息之前 大股東都沒有買 就代表大股東這一波 再等一個時間點 要做大股進場 剛好也把它稅避掉 對不對 避掉了 所以它發現到有沒有 出息當週沒有買 應該是這兩天開始大股買進 所以它的一個大股儲比 在這個禮拜的時候 看到大股的成長 所以它就開始加速的噴出 你知道這五天裡面 景碩已經漲到兩年新高 之前是兩年新低 五天就過了兩年新高 五天就過了兩年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說 有出息低位接股 如果產業趨勢很好 它是跟AI相關 局幣200供應列 那你可以看到另外一檔股票 金寶 大家說是最低的 AI伺服器的股票 一樣 7月4號出息 但我覺得這家公司是 它息不多 所以大股先在出息之前 先卡位了 那卡位完之後 你會發現到 在這一邊 拉上去這邊的時候 大股開始做減碼動作 所以這期間股價開始震大 所以我覺得景碩也是一樣 這禮拜你去看一下 如果到禮拜五大股 你看到大股開始減碼 那也許我覺得下個禮拜 開始它股價就會增大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來看 我們幫大家整理 如果是AI族群的 如果是平蓋股的 如果是半導體的 如果是政策題材股票 就有可能複製緊縮 複製金寶 大股東不要他的席 但除完席之後 放一個利多消息 他就會出現加速的 有出席的上漲 好 誰呢 你還整理了一張表啊 對 因為其實很多 我覺得大家 我們就以這個當作一個 教學翻例 未來三天 因為未來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大家可以慢慢找 我們幫他整理出來 這三天當中 有哪一些即將要出席的 但是他們題材都很好 像麥達特是這個AI相關的 那7月18號有三檔 寬於就是大巨蛋的演唱會 明天也是必應 也可以一兵觀察 那再來亞太金主 就是這個東南亞的在手訂單 我們看到紅字這邊 都是最近大股東在買的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最近他們營收期表現都還不錯 那再來講說7月19號有四檔 像茂林KY 它是相關的平蓋股 那我們再跟大家特別提一下關於 關於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下主力的進出 這主力大概買了半年以上 天天都在買 那麼有耐性 對 我覺得就是有點在等出席之後 可能就有機會發動了 所以可以特別觀察一下 如果大巨蛋燈的接下來 真的要開演唱會套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想像空間 那另外一檔是靖宏 因為下個禮拜是這個生技大戰 那它是所謂的AI醫療的大廠 那我覺得靖宏特別值得一提是 過去它因為它是新掛牌三年 三年第一年它是貼席 後面兩年每次除期完之後 後面股票就大漲一段 所以我覺得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最近他們是 就像剛剛講的 它有點類似緊縮 這三檔 在除期之前大股東是在賣 那我覺得除期之後 如果一些利多消息出來的話 也許就可以觀察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八檔股票 我們在幫大家準備兩檔做一個教學 好 這檔你好像講過耶 麥達特 對麥達特我們講過 因為它也是奧義智慧的代理圈 而且它也最近簽了一個新的代理商 就是Red Hat 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雲端AI的一個企業軟體服務商 所以我覺得它的一個本業 其實慢慢慢慢涨上來 而且這段時間裡面 大戶是在買方 那投信昨天剛買了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股票就是說 你可以觀察一下今天是除夕日 那明天如果真的又往上走高的話 也許我們講這樣的推論 大家就可以從這樣的方向 去找接下來的相關族群 那另外一檔也是非常低位階的 但是因為它絲目的對象是國巨 怎麼大家都喜歡找國巨入竹 對它現在是國巨是它的第一大股東 但第一次它本身是GPU的電源 而且股價位階也是非常低 以前曾經有逼近千元吧 對我覺得它在這個位上貴 新貴的時候是千元的股王 那後面股價跌到這麼低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它是禮拜五的出席 所以大家可以觀察一下禮拜五出席之後 如果公司放消息了 它跟AI相關 也許有沒有機會開始出現轉強 那國巨最近股價很強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想像空間 最近大戶也慢慢站在買方了 我覺得都可以從這樣的邏輯裡面去找 可能接下來還有非常多股票是有機會的 但如果它的席值真的相當多的 是不是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席值少的感覺上真的填席又快 然後隔天可能又大漲 對 但是因為剛剛列出來都不是高股級成分股 所以代表它們期都非常的少 所以要填期就會填得比較快一些 好 這邊謝謝題材獵人 漢偉哥 好 今天非常謝謝多位達安來到現場 雖然今天台股有一點點被嚇到 但是我們還是持續的觀察 今明兩天外資的期貨空單的狀況 以及明天的台積電更是重中之重 那也希望今天理財達安秀對您投資有幫助 明天再會囉 掰掰 掰掰